太宗爱民其实他还在表现在他对外疆土的开拓的时候 他非常注意不要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 我们再讲到太宗刚刚即位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 当时杰利克汗带着十万突厥兵冲到渭水的边上 然后唐太宗当时带了六个人 高士连、房玄嶺 一共带六个人 然后出去跟突厥人谈话 基本上是在渭水桥边单旗退敌了 当时这个突厥的兵退了之后 就有人跟太宗说 他说很多将军希望和突厥作战 他说陛下为什么不跟他们打呢 打的话也不见得输 这个太宗皇帝就说 他说我发现这个突厥的队伍非常没有纪律 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来是为了灭亡我们的国家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抢钱 所以我只要把钱给他们 就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他们就可以走 他说当时并不是说不能打 我只要摆下酒宴 给这个突厥的将军们喝酒 他们会喝得醉醺醺的 他那个时候的话 如果唐军发动攻击的话 是一定能把他们打败的 然后呢 我再派李靖啊 这个气壁和利啊 就这些将军 在他们回去的药道上埋伏 然后的话 伏击他们的话 也能取得胜利 他说但是呢 我们虽然能够取得胜利 大唐的损失也会很大 同时呢 这个突厥人一旦回去之后的话 他不是打败了吗 他一定会 这个整理自己的战备 然后呢 立兵落马 修明政治 把这个大家都团结起来 再跟我们打 这样的话 战争就没头了 这个而且 对大唐的话 这个损失是 这个要 就耗费的这种国力的话 会非常的巨大 让百姓生活不好 他说所以呢 我给他们 弹以金箔 他们要钱吗 拿走 他们就会很骄傲 骄傲之后的话 回去之后 他们就不会对军事 政治那么在意了 过一段时间的话呢 他们的政治会衰落 他们的军队会腐败 然后的话 我们再打他们 一下就可以搞定 这样对我们大唐的损失也最少 他说你们知道吧 《道德经》中 老子讲过一句话 就是将欲取之 必顾予之 就是我从你这地方拿东西以前 我要先给你东西 他说我要打败他之前的话 我先给他钱 所以从太宗这段话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不仅仅是神通兵法 懂得这个《道德经》这种高深的哲学 同时的话 他也是一片爱民之心 果然在四年之后 这个李靖当时出兵的时候 三千清旗 指导王庭 然后的话 一个多月就把东突厥就给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